特斯拉在柏林的超級工廠 3月22號 省大開幕 馬斯克高興的首舞 足道將親自交付第一批工廠生產的電動車 我很興奮 把第一次製作車的第一次製作車 從我們在GIGA BALYN BRANNERBURG 特斯拉斥資50億美元 在歐洲打造第一座工廠 也是全球第四座超級工廠 計畫雇用1.2萬名工人 今年產量預期達到50萬輛 強勢進軍歐洲市場 有了柏林工廠 歐洲不需再從中國上海進口特斯拉 專家指出特斯拉一旦解決供應鏈和物流問題 不只增加歐洲市占率 2022年銷售量渴望提高至150萬輛 過去一個月特斯拉的股價震盪 3月11號跌到766.37美元 之後一路反彈 特斯拉3月22號收在993.98美元 重新挑戰千元大關 我跟士丹麗分析師估計 2030年美國的匪田車市場規模 有望達到120億美元 到了2050年 全球市場規模更上看9兆美元 分析師認為市場有利可圖 多財多益又愛冒險的馬斯克 勢必會推出特斯拉電動匪田車 三立新聞 許庭的報道